那我們這次就會用到 malloc 跟 struct 去進行一個鏈接串列 就是 length list 的一個做法 那 length list 實際上就是一個像是這樣的東西 那自己有一個 value 那自己就會有一個鏈接起來的 pointer 那就這樣子過去的 那這個應該就不用多講了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有學過的 那這個一整顆東西我們就是用 struct 去包裝它 那就像我們現在寫到的 自己就是先 typedef一個 struct 這只是方便我們做事 那一個 node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 node 那個是一個 struct 那 struct 裡面就包含了剛剛的 value 跟一個指向下一個 node 的一個 pointer 那這 pointer 的形態當然是一個 node pointer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三個 node 然後把它串起來 我們一開始先弄一個 head 跟 time 好了 那我們 head 就是第一個嘛 head 就是我們先永遠的指指第一個 那我們就先建立了一個 malloc 就我們先建立一塊記憶體 那 size of node 就是因為是 node 的大小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它 cost type 然後就給 head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進第二個 記憶體 就給 temp 那接下來這兩種寫法是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這兩種寫法都是一樣的 不過我們在 struct 就我們要操作 struct裡面的 member 我們有兩種方式去操作 一種就是 一種就像是說 怎麼說呢 一種就是 head 就是 我們平常習慣做的 我先先告一個好了 好 假設我們現在有個 i 這樣 那我現在要操作 i 的 value 這個 member 那我就 i 點然後 value 然後可能就不知道等於什麼東西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常操作的方式 那同樣我們也可以 我們有另外一個方式去做 就是像這樣 然後這樣 那這樣也是能過的喔 對 能過的 那這個方 那這個寫法 跟 這個寫法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不過箭頭的寫法 前面的那個 struct 一定是要一個位置 那如果點了寫法 前面那個是 就是那個變數的那個 那個實體 所以這兩種寫法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兩種也是一樣的 不過為什麼這個 就不用加那個東西 就不用加那個取值的東西呢 是因為head本身就是一個位置 信號head 才是他的變 就是才是他實體的那個東西 因為我們head宣告的時候是一個變數 所以是一個 pointer 那 pointer的話 它本身這個 單單沒有信號 單單只是head的話 就是指他的位置 所以就是 位置 的 next 那我們就把它 畫成剛剛用點的寫法線 那點的寫法就是前面要有一個 就是 取他的value 那個真的 那個實體 那head只是一個位置 那一個位置 前面加個信號 所以這個掛弧裡面的就變成那個實體了 然後再點next這樣 所以這兩種寫法是一樣的 不過通常在這樣寫的情況下 都會直接 把它弄成 箭頭這樣 那我們建立了第二個了 就我們現在建立了第二個 那個 我們現在建立了第二個 node 那我們現在建立第三個node 那我們再把它跟第二個串起來 我們用第二個去串它 那第一個是 這個head是第一個node 那的next 這個就是第二個node 這個其實就等於剛剛的time 就等於剛剛這個 那我們的next 就把它串去time 這樣做法 那這其實是在寫什麼 這其實就是 到了這一步的時候 就是到了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 三個鍵出來 那這個是head 那head的next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指這個 也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掛號 就是指說 head的next的這個東西 這樣 然後接下來再來next 就是這個東西的next 指著那一塊記憶體這樣 所以我們這樣寫的是 valid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那接下來我們就 因為我看一下 順便再給它一個值好了 我們現在就把它 好像一串火車一樣把它串起來 然後就把它列出 列印出來 那我們就用一個 do loop去做 那我們do loop 裡面就把 等一下喔 好 那我們再開一個 好 其實這個時候 tame已經沒用了 那就用tame吧 那我們就把tame指到head 所指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那塊記憶體的位置 所以我把那塊記憶體的位置 給這個指 所以其實現在tame跟head 都指的同一塊記憶體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先把tame的東西print出來 然後tame再等於tame的next 用這樣的做法去做 那tame等於tame的next 就是說 我們現在指著 現在 這個是head喔 那我們tame現在指的跟head一樣東西 那我們tameprint出來這個value了 然後tame等於tame的next 就是 這個next都指的東西 給tame去指 也就是說變成這樣子 指它 那如此類推這個這樣子 然後這個再指過去 如此類推 那我們指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就指到一個while 把我tame tame the next 是 等於 等於 等於nude 那我們就停下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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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奇怪 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噢噢 忘記給他一個Nu了 好吧 這個next到那邊 噢 不好意思 忘記給他一個Nu 好 那就是剛剛我忘記給他一個Nu 所以就不斷的這樣跑 然後覺得怪怪的 那我們第一個Nu 給他一個Value 然後把他next射成Nu 然後我們進第二個Node 然後給他一個Value 然後應該要把他的next 也先寫成Nu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要換了 就把剛剛這個Nu 第一個Node的next值的Nu 就把他改成值的這個temp 那我們第三個也應該要一樣 剛忘記了 像這樣 那temp的第三個Node 的next就值得Nu 這樣 好 然後我們 我們就這樣串起來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串起來 噢 原來剛剛掃寫 奇怪 一 二 三 噢 對 因為第三個是那個 第三個是沒有Nu 第三個是因為Nu 第三個是因為Nu 然後這個是 temp的Value 好 然後我們就看得到 我們就把 這個是第一個Node 第二個Node 串起來 跟第三個Node 串起來 那我們自己就把它print出來 那就看到它自動一二三這樣 它就是我print了現在這個第一個Node 的值 然後再把 temp 等於temp 的next 就是指向下一個Node 然後再過來 再print下一個Node 然後再這樣指向再下一個Node 然後再print再下一個Node 的東西 value 噢 對 第三個沒有 第三個因為指向第三個Node的時候 它已經Nu了 所以它自己就 只會print到一跟二 這部分就只會print到一跟二 第三個因為它已經路 所以就跳出這個回軒 那我自己再寫一個printf 給它就把它print出來這樣 那這樣就是一個連結串類這樣 那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用 一個 副程式去做 去做 好那我們做法也像剛剛一樣 就像上一個影片一樣 我們也是開一個東西去把它malloc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它的位置傳回來這樣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head一個好了 heading會是1嗎 啊我常常都忘記 temp的那個value要等於num temp的next要等於num 逼你看看 好那我們自己就一樣 就是把剛剛的東西搬成一個副層去寫 那我們這個create node就create了一個記憶體 就給這個node的point的temp指著 那我們在這裡給它猝實化 就value就給num 然後temp就給tempnext 就給它一個node 然後再把這塊記憶體的位置就回傳過來 回傳到給這個head所指著 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這裡就再開一個這樣的東西 好假設我們現在看到了 那我們就temp吧 temp 我們下這個temp就 然後就等於一個create node這個function 那create node這個function 就會幫我們就自動把那個數字塞進去 然後再把它next 弄成num 然後再回傳這個記憶體的位置 回傳到給temp這樣 那我們現在寫一個 我們現在寫一個副層式 就叫 catch好了 因為catch就是 那個串 串在一起的那個簡稱嘛 那我們就 把它寫成 好 那我隨便寫 然後自己叫before就是after嘛 那before跟after的意思就是 前面的那個next 要接去後面的那個node的意思這樣 那我這個副層式就會這樣寫 那 我們的before thenext 就等於 就等於 就等於after 好 那我們就把它接起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再開一個 123這樣 123這樣 等一下這接起來 然後看一下 看一下 喔 對少了一個 好 假設開一個tail好了 這樣還要比較方便去做 好 好 對 說 真的 我們會不會是否 晚上 我們會不會是否 一會兒 我們會不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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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直接再create一個3的Value的一個記憶體 我們再把它串起來 我們剛剛那個是一個head吧 就是head接第二個 那下一個就是Value2跟Value3的那一塊Node 就是2跟3去接 那剛剛2已經是用tail去指它 那所以3就是要接下來接的東西 所以就是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123 你是不是寫出了什麼 那不用這個 這樣是還對 Hotel 那不應該這樣寫 嗯對應該這樣 然後再把tail接到tame 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創了3個Node 然後這是第一個Node 然後第二個Node用tame指著它 然後把head跟tame穿起來 然後再用tail去指著tame 那tame就可以拿來做下一個嘛 那tame就指著一塊新的記憶體 然後剛剛的tail 就剛剛第二個Node 就跟第三個Node串起來 然後再拿tail跟tame串 這就等於它 那tame就可以繼續做下一個動作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列印出來 好嗎 OK OK 這就是它 然後再火上去 然後再把一塊 打開 那時候再拿到一塊 那邊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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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多久 推出處理 一條試啊 上來看 頭 主要是 置得 好,那現在正常了,那就可以輸出1,2,3這樣 也就是說我現在是把串結起來的那一塊,就把串結起來的那一塊東西就把它變成一個副程式 然後再把malloc那一部分就把它變成另外一個副程式,然後就用call副程式的方式去做 那我們就從這個東西就可以看得到,我們可以順利的因素1,2,3就代表它的記憶體,在自己create的記憶體並沒有消失 所以malloc是不會這樣消失的,就malloccreate出來的記憶體就不會消失 那就用這種方式去做另一串連這樣,那這個是基本方法去做 實力上另一串連還可以拿去做tree,就是做一些二元素啊,這些tree的去直來直去這樣 也是用這種方法去做的,好那就這個教學影片就這樣